各位定義基督觀眾大家早 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的時間 我是何懷真 首先大門呈現是一個再度什麼 應該算量價期 大漲100點以上101點坐手 就快要來到9500 但是說實在坦白講一下 昨天行情最亮麗的一檔股票 就是高價位股的大力光 大力光呈現是一個再創破斷的新高點 這代表無庸置疑在哪 我想這個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 當然大力光不是我要跟你談的重點 大力光第一個什麼 是蘋果概念股對不對 它都可以再創破斷的新高 那我請問你大盤會不會創新高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仔細問我說 昨天大盤你做什麼動作 我賣很多股票開盤的時候 甚至有很多找盤來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參加新的會員 我也跟你講說你先賣股票 趕快賣一些股票掉 因為行情真的說 它這個地方的確要漲 你一定要甚至上漲的過程 逢高把一些你之前的一些 一些那個庫層的東西 趕快去清垃圾嘛 你一定要把它先賣出去 你才要再來談未來有沒有像 反正說大盤大漲低 因為它的個股上的一個差異度 也是相當大對不對 說實在昨天說實在你快樂嗎 一定很多人不快 因為實際上大盤 如果你主要沒有大力光的 當然這地方來講 大盤昨天上漲了101點 最大的工程當然就在大力光 跟台積電的上面 在全子股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說實在的 那盤漲100多點 當然全子還有一檔就是聯勇 對 就是這些 聯勇來到199.5 差0.5就達到我跟我的好朋友談過 就200塊 那個時候說實在大盤那時候 在去年的11 12月份的時候 我說你去選擇一些有競爭力的公司 危機入市 你買進像這種好公司 因為這種業績很好最安穩嘛 你不會吃虧 就已經很明確地告訴我 這個股票實際上 都是在大盤相對 還在整理的格局裡做規劃 所以昨天很多人在問我一件事 為什麼要問我一件事 第一個你跟不上 那看大盤大漲的確手上股票 好像有點要上漲 可是又不是很強勢 這地方說你代表投資朋友當下來 實際上他一直沒有辦法 真正跟得上這行情的腳步 所以他常說這行情 還有沒有低點可以買 你要大盤低點幹什麼 應該說昨天大盤有什麼股票 在低點的時候 你可以重新在危機的入市 再一次重新的做解錄 再重點 有沒有機會再像連勇這種股票 讓你能賺錢 有沒有像大力光這種股票 能讓你再賺錢 對不對 才重點 我這種股票說實在 你買不下去了 坦白講 但畢竟這已經告訴你 大盤絕對不是9593跟你解決掉 你問10個人 最少9個半以上認同 甚至11個人 至少大盤一定創新高 對 那你未來用什麼股票 你要賺錢 所以說有時候行情就說 你就一直在等 你一直在等 每天在等等等等等 等到最後的時候 都是什麼 都是一場空 怎麼說 因為你永遠不做動作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你要做動作才來找我 在行情 在這個地方當下 的確 如果你仔細看去年節目 那12月25號 我就跟你講過 這行情的量 只要縮到500億左右 內設量 我就跟你講 這行情實際上也不是9593跟你解決 原則上真的會來到萬點以上 你這個地方才去看 要看換一等萬點以上的看換 但是你永遠怎麼 再漲的過程裡面稍微什麼 你就投我一票 又相信我一下 只要大盤只要稍微拿一張股票 稍微跌一下 對啊 大盤才漲100多點 大力光漲 佔指數 台積電漲 聯勇漲 當然中小型股就是回來 那你回來就是你的機會 所以股票代表是輪漲輪動的關係 的確它沒有辦法全面性上漲 所以每次看到漲 你也怕跌你又不敢買 所以你在幹什麼 我說如果你要上漲 才要買進股票 說實在的你要我幹什麼 這行情我跟你講這麼明白 你講如果你相信股票是有規律 我是相信股票是有規律 不是我特別厲害 所以我認為一萬跌一定會來 因為如果這個地方不是這樣 那股票就沒有規律嘛 那我說實在 我每天跟你講的東西 就是胡說八道 我跟你談的東西 絕對不是什麼 道聽途說 是真的有憑有據 因為我相信股票是有規律 所以你相信它有規律 你就把心定下來 你就敢買跌 等到上漲的時候你就什麼 你就可以很快樂 就連這種大力光 這種股票坦白講 我早就跟你講說 你有的真的跟你講 他一定準創新高的嘛 這也不是今天才講的 對不對 那你這種股票說實在 難道只有他一檔會創新高嗎 他叫蘋果概念股 對 所以接下來講 你看到什麼 聯勇這麼有競爭力的公司 也果然在創波段的新高點 那大盤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就相信 因為我跟你談的不是一檔股票 我是跟你談的 都是可以讓你印證 代表這個大盤 絕對不是9593給你解決掉 那既然你知道大盤 一定要往上走 那你不是希望它走什麼 走慢一點嗎 包括你的股票多跌 兩些股票還有機會上漲 它現在有跌 不是才是一個機會嗎 對不對 而且既然我跟你 我在上禮拜我跟你講 這大盤基本上 就是一個回撤在跳過去 就是要走很遠 那這禮拜走得快不快 有這麼快的嗎 有拜一期還拜五嗎 這禮拜有噴出大招 還好 它還沒有收最高 原格這樣 它是開高走低 是行進間換手 但是行情還有的什麼 已經沒有低點了 這就是所謂你要尊重規律 以周線來講 上周我跟你講它八周 它這變盤 對啊就是這樣 就是你學那麼多紀錄線 你就是這樣尊重規律 它八周盤了八周 你看得懂嗎 其實它這就盤了八周 所以為什麼股票我敢買跌 我當然有我的原油 把我這邊八周 是不是今天這禮拜 是拜一期要拜 禮拜五更是什麼 再創近期的新高點 這差一點點就要過9593 那根本不是重點嗎 重點是再一次回到12月15號的時候 那一天也是什麼 12月15號還沒有過聖誕節 剛好歐美股市大跌 我剛好也辦了一場演講會 後來回來 每個人說大跌 美股跌了300多點 禮拜也還那 我說禮拜也還那 危機入市 在演講會送 你就買聯詠就可以了 那時候聯詠不小心還在166塊 如果我沒記錯 從12月15號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聯詠都有回到166塊附近 還剩下跌破了 但是當你在歸懷一黨股 沒看到它的未來性 現在這個東西說實在是 之前是不能給你看的 不是我不願意給你看 因為我的目標價 我今天如果 這種目標價這種東西 如果不知道 我怎麼可能規劃一黨股票 但是目標價這種東西 當然只能什麼 給懂的人用 我那時候講什麼 200塊指日可待 所以賺錢有什麼困難 如果單在這種口訊 你願意相信我 什麼都不要懷疑我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做 包括宏捷坑你也不用做都沒關係 當然講你也跟得上聯詠 後來聯詠後來是不是 他走了很慢 後來噴出的時候 來到這裡進來的時候 天天漲天天漲 因為這禮拜漲最多 是馬上現在來到哪裡 199點跟200塊有什麼差別 他說沒有200塊 是199點 這樣真厲害 所以為什麼昨天聯詠基本上 會呈現一個收在194 這種東西說實在已經沒有什麼大漏了 他就是一個規律性 所以中股他這麼好賺錢 如果再回到一次12月15號 你一張只要花16塊 不到20萬對不對 你買一張聯詠可以賺個5萬塊 你花一個月的時間就好了 一個月擺著 抱著 不是輕鬆賺 常常有干擾因素一大堆 對不對 常常美股也下跌 大陸又怎麼樣 這個怎麼樣 但是唯有在他們大家不好的情況上 你才要買到便宜貨 而且嚴格講 聯詠我是這樣一路給你帶上 我就一直提醒你 這種股票基本送給大家 這就是你要投資買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因為他有競爭力 有競爭力的功能 唯有在危機做入市的動作 那接著來講 當然聯詠這邊就是代表說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有貧有趣 我不是隨便跟你談的 既然聯詠可以這樣子 那我請問你一件事 接著來講 我們要看一件事情 那你現在大盤剩下 剩下高價格 我跟你講說還有什麼股票 可以讓你期待的 說實在 因為如果大盤很多像大力光漲 他漲他要哪裡 漲到目標價要哪裡 或漲到哪裡去 那不是你要來聽的對不對 你還有當下有什麼機會 反正剩下也沒幾天了 我們要這邊當下跟大家 實際上你要好好的 我就跟你講高價格你要操作 今年你可以好好的注意一檔什麼 精華光學 我還是跟你講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要跟你 我今天就是真的對你好 才把這種跟你分享 因為實際上他沒有特別大漲 如果這種東西等他大漲再跟你談完 他是一個機會 第一個大力光現在切入什麼 他也在做隱形鏡片 大力光基本上是台股的光學鏡頭的一檔 非常亮麗的一檔股票 2770 好 這檔股票 當然業績是很好 但是他基本上 他也開始在佈局在 在隱形鏡片這個區塊裡面 也是光學鏡片裡面的一個電子股來講 除了當然他鏡頭是他我也 但是他11月他也在這個地方發光發熱 但是不要忘記精華光學 光學概念股一檔傳傳股 叫精華光學 它是鼻祖 所以這檔股票實在未來很有味道 對你一定會說老師 他這檔股票今天還沒去 所以說投資朋友常常 好的股票耐心等待 所以一個股票在低檔的時候 他是需要時間去忍耐那個短線上的波幅 你個性又這麼急 那個性這麼急 大力光你又不敢買 雖然我就一直跟你講大力光會創新高 那你要買 你要安穩的買一檔股票 當然是一定要什麼 他的機會點帶哪裡 這種股票不是大菜 那我請問是什麼是大菜 第一個來講 你自己看他這邊 他連接過來四五七四 齒波的低點 最重要他連接這個上升曲 昨天稍微做破壞掉 看起來你是覺得他破壞掉 但是我覺得你投資人務必要在這邊 做個卡位進場的動作 這種股票說實在 你就擺著你不要看 你就如同像蓮友一樣 如果你那時候一直看蓮友 沒那邊看蓮友 你早就馬上賣光光了 講實在 為什麼可能蓮友會讓你賺個一張 賺個四五十塊回來對不對 雖然蓮友說實在慢 但慢有什麼關係 會賺錢就好了嘛 這種股票說實在 就是你擺著就可以 比你去委託給那個什麼基金金 什麼買那個什麼國外基金或什麼 很多人很喜歡買基金 因為不敢操作 很想說錢多要買基金最穩 穩什麼穩 買你就眼睛看得到最穩 說實在這怎麼樣我也 這種東西還需要請人家操作 就買蓮友就最好了 因為他就最好的嘛 所以很多人就常常都相信說 什麼投資組合各方面 實在我真的不相信這些東西 你就去判斷這家公司的未來性在哪裡嘛 就包括精華光學 實際上除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說這個地方最後跟大家做個分享 現在這個地方 我建議你可以開始慢慢的投資 我不知道花後還有沒有低點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這張股票實際上 一直在盤它的底部 因為嚴格這樣 這個東西我可以跟你肯定 四五七不會來 四七一點五也不可能 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 五百塊左右 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去著亮一下 因為我不是叫你一定要買股票 我沒有誘惑你買股票 我還是跟你講說你手上 如果剛好不小心 因為同樣光學股有大力光的 會很高興 那如果計劃說 怎麼它比較弱才不是 股票上漲之間 一定會趕很多人下車嘛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注入 有跟你談的東西 的確我如果不 如果這種股票基本上 它不是有規律性 你覺得這種股票 我一個人可以叫得上來嗎 當作我是神 怎麼可能 所以有時候投資朋友 最少我跟你講說你基本上 在這個地方當下大盤來到快九千五 很多人這邊當下很恐慌 第一個你跟不上你股票 或許也有跌的 就如同這個精華光 你手上有的你是跌的 你心裡不能不快樂 你要很高興 因為股票是近 它的行進捏縮賽 它一定怎麼樣大盤持續要創新高 你當然一定要買那個 未來有機會的股票 不是一直追高的股票 了解嗎 我在跟你講的東西 所以說地方來講 你要懂得舉一反三 你就很好賺錢了 也不枉費當初我送你聯勇 在演講會說 老師今天200塊到了 不要每次印證值是一個我準 包括大力光創新高 說這個都不算什麼 但當下還有什麼機會高價的股 我認為這張股票就還不錯 最少這種當下的時候 你又不是買了900多塊 對不對 如果你買了400多塊的時候 說實在的 這個東西真的說實在 你要還有沒有機會再有低點 可以再做加碼 畢竟你注意看這個地方 這個量這麼大 是誰買的 實際上這個區塊 拉上來這個地方 全部是這些法人在做拉抬的 那既然他買了沒有 沒有 但是他賣多不多 他賣不多耶 這不是在洗盤是什麼 你說他在賣耶 他已經在賣 很多東西就是你要有判斷力 他買這麼多買 把這個拉到這個577 你看到這邊多少 在那邊歌頌 我就從來不跟你講這些東西了 這個完全在一個收斂三角形的情況之下 包括我一直跟你講 就單單這個大力光所帶動的 就蘋果概念股的加持下 多少人智慧手機 現在每個人都是一台智慧型手機 在手機的未來 我認為是飽和了 但是因為手機所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 眼睛的問題那是很嚴重 大家會有什麼閃光 包括還有什麼老花 對 你也知道以前都只是隱形 大家近視 現在不是近視 它的一個老花片 不是這麼容易可以放在我們的眼睛 我現在都一直在嘗試 怎麼樣做個調整型的老花片 放在眼睛裡面 因為畢竟什麼 我眼睛有閃光 這個東西說實在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現在年輕人用手機的頻率非常高 我請問未來的商機 你覺得精華光學有沒有商機 這種光學股有沒有商機 當然一定有它的未來 所以當下我跟你講說 投資朋友 你要去發掘一個未來 有一個市場性的東西 那的確你要有自己的一個什麼 一個判斷力 包括當然你也要長期去有一個 很強的一個團隊 幫你做成人做把關 這邊當下也講 當然還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也即將再過 每幾天下禮拜 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地方 以後大家見面的機會很少 一樣 不是這樣你一定要打電話進來邀請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死無前例破天荒 真正的優惠 那為什麼要給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 是給大家一個支持 你也想參加高價位股 如果你想要用一個體驗價 用普通會員 因為當下來講 我們第一次破天荒 普會生特會 再送你什麼 過年前都是一加一 再包括送你一加 這公司的意思 普會生特會 你也一樣可以用少少的費費 來操作高價位股 包括你對精華光學有興趣 因為這次的高價位股 很多人之前參加普通會員 沒有辦法操作到 但是這個地方來講 你可以一個體驗價 一樣可以操教高價位股 所以你有出別操作高價位股 高價位股就把電話撥通進來 包括當下 我想你最愛還期待什麼事 你會問說老師 手上有些股票套了 那該怎麼辦 洪傑克的未來在哪裡 等一下會跟你談 你不要走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孩子的蛀牙是爸媽的責任 原來他用德納兒童牙膏 他能強化牙齦組織 鞏固髮廊值 德國原裝進口 韓服配方 能有效預防蛀牙 嗨 好牙齒是自新的開始 得耐兒童牙膏 沒住牙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褲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褲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褲 亞洲頭褲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小花開陽香 白蘭 含熊寶貝新香 去除99種污渍 帶來自然新香 白蘭洗衣精 含熊寶貝新香精華 熱賣粥 天天喝喜多娜 才能享受黃金歲月 別讓健康比你還早退休 喜多娜 懂身體顧整體 我可以說是每天晚上回家 就是看這個非凡的七點鐘新聞 因為我每天一早起來 第一個看的就是非凡的這個 非凡心 回家看看這個非凡的國際新聞 就可以知天下事 鎖定非凡掌握位 堅持尊業 成就非凡 早上8點45 非凡搶先報 匯正財經新聞 即時解讀盤勢 掌握趨勢 上前衝 晚間6點 非凡財經晚報 最強大的分析陣容 頭條新聞即時解讀 提供您最專業的財經分析 又歡迎我們定格單元 所以相對要跟大家報為 這邊當下來講 真的說實在 畢竟今天是禮拜六嘛 包括你看到我節目 在重播是禮拜一 你要好好把你的股票 要稍微做整理 我在酷克你 不要一直問我說老師 你股票那你今天有新的 我進來參加 你婚宴是要給我新的股票 當然一定會給你 但是首先我還是很 一直跟你講酷克你卷 因為畢竟未來 我們見面時間很少 而且我真的不會再來了 因為畢竟 我接著就要退休去遊山玩水 又怎麼有這麼的 會賺錢的東西 講實在話 真的說在 不用這樣一直跟大家吹噓 講實在話 而且你知道我也 有時候有我自己的一個個性 我只要勸你 真的你的股票 真的不要說因為你錢多 股票一直買一直討 八百股股票一定不要超過五檔 好不好 這是我跟大家送的 你一定要把你股票 甚至這次上漲的過程裡面 把它整理出來 我坦白跟你講 在我這個地方來講 跟你講個重點 台股這次從8501上來 是不是還有一道 那個島狀的跳空缺口 在所有的跳空缺口 我跟你講一定會回補 所以好的時候 當然這行情該漲的時候 都要持續漲 所以代表台股 股未來怎麼漲 還是會怎麼跌回去8000 我先把話跟你講在前頭 但是你說 如果真的跌到8000我不要買 所以有時候同時 你看東西就只看了一個面 我是看到是一個全面性的東西 它該漲的時候趨勢在這邊當下 就是網上要做什麼資金行的啟動 你就不要急著去看到後面 所以常常股票 你們太早進去以後看到你又怕 就像這一次精華光學一樣的大 它實在是一檔非常大的大菜 如果給我一點時間我詳細幫你看的話 但是畢竟你要把你手上的股票 你要耐心等待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好的賣 一檔股票在第一檔在盤旋的時候 可能會盤個三個月 你也知道1 3 5 8 13 這是有規律性的 你要尊重它 它一個月這個地方馬上一根長毛棒 就馬上突破那不可能 一般它底部最少它們縮實在 沒有最少它三個月嘛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個地方實在 精華光學以常見來講 它還是在做一個盤底的動作 所以這種股票基本上 你一直等低檔 你就不要急著去做最高的動作 它基本面再好你都不要去做最高 但是畢竟這種股票有沒有未來性 當然有未來性 就以我個人來講 我說眼睛這麼像說 老花是沒有 開刀是沒什麼特別有效的 眼睛都不能用 那是很糟糕的 因為現在什麼都要有電腦 那個是變瞎子 那是很嚴重 所以代表這個對我們現在現代人來講 是一個很高 一個很需求性很高 而且包括我們這個 是高規格的要求 這種東西一定要什麼 要很精密 價格不是問題 問題是它有沒有辦法符合 我們這些人的需求 因為畢竟我們都屬於比較有錢的人 好不好 用電腦用這麼多 大家怎麼可能不需求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你要耐心等待 如果嚴格講這種股票 我認為農曆年之後 它才正式會有一個很亮麗的表現 我出來跟你講 我說你低階 你要耐心等待 如果我說老師 你馬上送我這張紅包 沒有這回事 這種股票基本上 股票是輪漲輪動的關係 那畢竟那你說老師那當下有什麼股票 好 大力光是什麼股 它是蘋果甘利股對不對 反正當下你要把它回過來看什麼 看紅捷科 你說老師昨天紅捷科很糟糕 它哪裡很糟糕 它最近來到43.8而已 可是進來之間 它昨天怎麼沒有漲 沒有漲好事啊 現在股票很多問我說 老師這酒盤是必跌 現在不是一個好的一個多頭格局的股票 它酒盤的越久 漲得越多 就如同這檔8016的一個戲創 它是不是進來漲很多 它盤久不久 嚴格加盤得比紅捷科來得久 這檔股票都是我在9月份跟大家 合心給你倒閉的 給你講講 你就不要看大盤嘛 如果你看大盤 那個8500要跌破 你會嚇到哪裡去的 結果現在大盤8500還沒跌破 就是說已經快要漲到9500點了 所以很多東西 那是給懂的人看的 你當下該做什麼東西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跟著做動作就對了 就如同洪捷科來講 你仔細講 我跟你講都是一個道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買它 講實在話 但是畢竟這檔股票 它是不是第一波漲了130%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騙 這是真的嘛對不對 好 接著來講 這檔股票基本上目前走什麼 我們就很明確它在走它的一個什麼 它走它的一個主身段嘛 你看它底部這出身段的時候 它這個也是五波嘛對不對 月線嘛也是五波不是嗎 那它這邊走五個月 哪有這個道理 它主身段沒有比它出身段 漲幅來得短啊 那這個都沒有道理 股票要上漲的時候一定什麼 一定是整理完之後 出身段再一個主身段 那最後什麼 就噴出嘛 第五波嘛 那最可怕邪惡的第五波嘛 所以很多人要套到那一波 因為那一波在家要軋空嘛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反而那個地方 說實在都全部套牢了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趨勢 你要相信它是有規律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這種股票基本上你自己看過 它的月線目前來講 它是整理的四個月嘛 一二三號 嚴格這樣這根也給它算下去 那也不過四個月 元月份是第四個月 我請問你 如果以它的波幅來講 它第一波漲了130% 那目前這一波 當然也漲了是滿多的 漲了110%左右到400 48.6% 所以為什麼 我一直跟你講 元月二十二就聽 這46.5%要突破 就整理結束 如果沒有突破 你低階就對了 因為剛好碰到這個周線 它是第五周轉折 轉折向 然後老師轉折 對啊 第五周轉折 代表他這邊還在做一個區間的整理 所以你低階才不會吃虧 所以一檔好的股票 如果你看不懂它的趨勢 你常常追高上低 你常常都毀了 那實在明明這檔股票 基本上你昨天如果跟著我這樣做的話 真的就很漂亮 因為畢竟這檔股票 我們近期 我也跟你講我賣在48塊 你說老師你去賣我沒有了 這只是走路鋼而已 48塊什麼 你就是一定要把你的成本一直降下來 你就可以抱得住 那包括昨天我做什麼動作 如果你相信我 我買在30.4這點漂不漂亮 當然漂亮啊 所以接著來講 好 這檔股票實際上 這個30.4所延伸過來的這條趨勢線 如果你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43.5 43.5 我請問你 他昨天最低來的哪 43.8 我都不敢掛43.5 我買回來 我大膽來這邊做一個強短的 我買了43.8 我坦白跟妳講 12.5來的 12.5來的 我有沒有事先的規劃 所以你說實在 你有時候股票看他跌你就不敢買 為什麼他跌別人在漲 所以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跟你談進去 這個東西給懂的人去做規劃 你想賺錢 唯有要逢低做買進 那他未來是在哪裡 因為今天沒有時間可以跟大家講 畢竟這個地方當下我們有個優惠 你可以好好把握 普惠生特惠 惠起來一加一 給你價值不加價 歡迎你把電話撥通 幫你股票好好的做個整理 也祝大家稍微臉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致富投資風險 哇 哇 我以為你穿得這麼棒 還有你愛吃的番賣喔 這個水器會燈燈 加一水就不會下去 用保麗鏡試試看 整組給你勾住喔 好 點上數小點 甲牙密合不移動 吃夠不快… 有燃炒喔 對… 現在燃不掉 溫溫溫溫 保麗鏡甲牙年桌季 不用費試試看 金卡0800-212-259 給掉喔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顧 擁有一流的分級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顧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顧 亞洲頭顧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這個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阿嬤要拜拜 您去幫我買 最好的牛奶花生來 爸 這個ABC 還要買這個愛滋味 電腦逛的啦 他說最好的牛奶花生 就是愛滋味 電腦還真是要逛逃逃 阿嬤 最本耶 阿嬤好吃 完美 你吃的還蠻好酷的 對 享受全新多分的風吟寵愛 怎麼做到的 和Nutri Moisture 融合源自天然乳目過 豐富泡沫 讓肌膚滑溜